很多人可能这个最近拿到了夏季电费单会被这个夏月电价给吓到发现哇真的有些可能1000度以上的民宅也蛮有感更别说就是被涨价的这些用电大户了但是现在这真的解决了问题吗好我们现在电费已经涨价了可是呢其实台电的亏损大动还是非常非常的深那么包含呢现在的代理董事长也是我们的经济部次长曾文生他就有说了哦 他说夏季电价提前势在必行那么我们就来看到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主要就是因为这几年天气太热了大家冷气一开就是一整天尤其是我们都知道七八月的这个尖峰用电常常冲到4000万千瓦一直在创新高所以这几年用电成长非常的快还有包含三阶天然气的供气延后以及疫情使得风电并往延迟这些对于我们的供电都有很大的影响 而他也说其实在今年到2024年间他们需要更多的调步度来准备他们也希望说现在能源价格很贵可能也要等到价格回稳之后并且他们也需要政府来增资支持才有办法支持台电接下来继续走下去来弥补稍微弥补一下这个大洞 可是依照曾文生这个说法我们接下来真的有可能会提高会把这个夏月电价往前挪吗因为依照现在的状况其实他就有提到说未来势必会走上这一条路因为在极端气候之下我们的夏季用电其实一定是会越来越高而且夏季电价有提前的必要性因为包含因为夏季电价现在是6到9月那接下来因为这种电价价差提高的话其实企业在这种夜间用电的机动性可以 更强更多的一个机动那其实另外他们有提到说未来我们应该是要增加我们的智慧电网还有我们的除能还有天然气的机组这一块因为就是主要可以来做衔接能够让更多代声能源来并网其实这些都是在可能不管是未来要考虑到要不要往夏季电价要提前这件事情可以做一个政策上的考量因素 所以听得出来其实我们的电网现在是非常脆弱的大家也知道好像时不时哪里就停电哪里就怎么样 大家都开玩笑说哪个动物今天又是哪个动物轮班站出来等等可以开玩笑的话 只是看得出来其实不止我们的电网很脆弱来看看高温气候之下的冲击 这个是制造业也面临噩梦 我们来看这个地点是在制造业的重镇四川跟重庆他们因为现在面临高温干旱的关系 所以水利机组啊很难运作他们面临了限电冲击怎么样的状况呢 来看我们的报道 长途跋涉1000多公里来自甘肃的发电机进驻四川成都 另一头来自辽宁的发电机也不分昼夜跑了2700多公里 为成都大型社区解燃煤之急 中国大陆四川因为高温干旱引爆限电危机 官方从山东江苏浙江等省份调派发电机池源 四川当地67座燃煤电厂更是火力全开 中国大概它的发电比例中间有18%是来自于水利发电 62%是煤炭发电 所以当上游现在干旱了 所以水都没有了 所以这个时候水利发电就出了问题 长江流域多省开始限电 从四川开始 然后接下来重庆 然后之前的湖北 然后甚至往下游江苏都有开始限电 从民生到工业都必须配合政策节电 重庆市商场缩短每天营业时间 就算做生意也只有部分照明 而许多工厂目前产线停摆 台商甚至得自备发电机 确保产能运作 金源必须要靠水来冲刷跟洗刷 那之前为什么会选择重庆 因为重庆之前的水量很丰沛 那这一次的这个钢旱加上限电的话 我觉得对于台商来讲 某种程度尤其是科技产业的这个障碍是有的 因为四川是中国鲤 就是电池的那个重要原料鲤的一个重要产地 那对于驴的开散相关的那个产品 你的生产就会受到重大的影响 着眼于当地水资源丰沛 用水量大的台厂 包括下游组装的广达 人保 合硕 音业达 伟创 富士康 中上游的电池大厂群电 电池模组大厂新浦 散热模组厂双红 和触控模组厂夜城等等 外加路汽和外商投资的汽车 化工 太阳能与半导体 长期以来在四川形成制造业聚落 台商表示 短期会采取异地备源 并启动库存 因应出货需求 但有鉴于干旱限电是长期隐患 必须等10月召开20大后 官方释出政策方向 台商才能有所因应 清零的这个政策 它的物流可能到某一端 就会把其干停运营 这些的话 对台商影响性是非常大 比如说我今天是从重庆运到上海的中间某一段 发生疫情的话 那我的货可能就卡在那边 然后就再也动不了 这是现在的一个现实的一个状况 限电现在的影响 我觉得算是有限 因为整体的需求其实也在走 也在往下掉 那品牌其实现在 也都还持续的在修正 就是薰门的那个target 从清零 封城 供应锻炼到晶片荒 大陆经济或不担心 拖累全球复苏力道 分析师认为 现在缺水限电 增添更多不确定性 当制造业成本增加 供给缩减 只怕通膨问题雪上加霜 水力的东西它不是像其他的发电 煤炭加进去就可以发 水一定要慢慢等它续起来 有方便来了 但是后面是不是还是继续游 所以就变成说 几乎可以确定就是说 这个影响还是会持续到第四季 九月十月如果进来水量不够多的话 十一十二月的时候可能又会再缺电 好消息是 中央气象台宣布 预计二十九号起 四川将解除高温警报 限电或许将有所缓解 这场号称六十年一遇的环境浩劫 也迫使人类思考 在拼经济之外 延缓地球暖化才是当务之急 TV别新闻罗诗鹏 代言丽台北报道 好不管是刚刚我们看到的粮食危机 或者是我们的用电很脆弱 高温延日这件事情 气候变迁 其实都指向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必须要在最快的速度之内 尽量降低我们的温室气体 所以呢 迈向这种净零碳排放的路 就非常重要了 我们就先来看到气候科技 现在很重要 也面临一个转型 什么是气候科技呢 它主要就是用一种 比如说要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跟变迁冲击的一些 创新科技的商业模式 它还包含了 比如说像是循环科技等等的啊 很多企业现在都得迈向这种 净零的转型的方向了 那么主要呢 比较有在研究这件事情的 就是阳明交大管理学院的副院长郭国泰 他还特别提出了一些项目 他也列出了有哪些东西 比如说是交通啦 或者是营建等等 什么样子的项目 它的温室气体排放最高呢 因为依照它的研究出来 其实第一名当然就是我们的 像是产生供暖这种发电产业 它是那个碳排第一名 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海陆空的交通 像是我们航运啊飞机这些 另外就是我们制造营建业 还有我们的农业 这四个就是我们的碳排放的大户 那其实为了要讲这个 在讲气候科技 他们当然是希望可以提出一些 可能用一些比较 科技气候的一个方式来做一个转型 像是车用电池 他们当然就有提出一些 像是固态电池啊 或是离电池 太阳能电池 或是氢能这一块 因为包括现在大家都知道有电动车 那可能未来还有氢能车 其实这都是要变成一个 大家转型的一个重点 另外一个就是能源领域 大家现在应该都 比较多的就是光电跟风力 还有水力这一块 水力比较常见的 对比较常见 那未来当然是希望可以开发 更多像这样子的能源领域 比较干净的这种能源 对干净能源 然后包括之后 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地热能源加入 或者是像氢能现在还在研发 或是希望可以扩大它的使用规模 另外再来就是我们的农业跟粮食这一块呢 其实他们就有讲到是 可以用这种低碳的蛋白质 还有人造肉这一块 其实之前就有讲到是 人造肉现在开发 当然是研发过程中 现在价位比较高 价格要成本降低 越来越成熟 对越成熟之后 这个可以更普及 另外就是可以发展精准农业 或者是这个垂直农业 像是这个垂直农业 他们其实就可以像运用在比较 像是台湾这种比较 地霞人城的国家 没有这么大的面积可以种植农业 它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包括它可以用像人工照明 或者是自动灌溉这种方式 或者是精准农业 像之后很多都可以直接研发 可能适合现在的气候 然后直接做一些改良 是就是可以研发一些适合气候变天之下 来种植的农作物 不过这个看起来是比较大方向的一个 气候科技的转型 但是我们都可以知道说 如果是我们要把这个范围稍微缩小一点 比如说企业呢 我们一定会想到的就是ESG了 可是现在ESG也面临一个状况 怎么回事呢 可能有太多企业想要开始朝这一步来转型 但是却面临了ESG的焦虑症 那么他们要找谁来帮帮忙呢 这个我们等一下立军要跟我们说之外 我们先来看这个企业现在面临ESG的转型难题 他们有杂志是做了调查 发现了有五成的企业认为说是法规挑战最严峻 因为现在法规越来越这个越来越难了 也越来越严格了 还有呢 有48.7% 他们是认为说是缺乏了人才跟组织 好像说在ESG这部分比较少听到有关ESG的人才 或者是ESG的专门组织等等 那么有35.7%是认为说并没有结合到他们自己的本业或者是策略 所以说这个方向好像就有点歪了 再来有31.7%是认为他们的资源很难整合 其实这些主要都是企业现在面临到ESG转型的难题之一 但是为什么会面临这样子的状况呢 因为其实像大家各个企业都是在发展ESG嘛 那其实现在很多人都会去上课 因为现在很多培训班出来 ESG或是企业这种培训班 或者是他们是会培养自己的公司内部人才 不过呢 他们现在会去上课会遇到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课程掌势可能是非专业的 或者是说他的经验可能没有太足够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他们的课程内容可能太偏上于就是比较概念化 但是因为现在如果要推展这种企业ESG啊 其实应该要走向是实际行动 比较具体的 对要提出一个具体的方针 那例如说可能他们如果要财务揭露的话 那他们是需要告知他们风险 或者是他们有没有找出他们的分析 他们的内部风险的一个问题所在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讲证照发放太过于腐烂 因为现在好像去上了一些培训班 就会发放一些你有ESG证照的证书给你 但是这个专业程度就要打个问号了 对就变成说那你真的是实际上 你可以回到公司来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那真的是不需要 对还不知道 是所以要怎么样来解决呢 其实专家就有提出三个面向 也可以来参考一下 第一个就是你要先了解你公司的需求跟问题是什么 再来如果你真的要去上课的话 你一定要去检视他的师资 他的资历他到底够不够格 或者是他到底有没有真的在对ESG这个领域了解 再来就是刚刚提到了不要只上谈兵 我们要选实质性的内容具体的内容 那么确定了这三个事项之后 你再去找相关的转型的师资 或者是上课才真的有要 真的有效 这个有效 不要说过了水之后钱被人家转走了 然后结果对于公司的企业转型ESG 完全没帮助 那就不好了 所以说观众朋友 如果您今天听完这些 有觉得说自己有遇到这样的状况 或者是你对粮食危机啦 还有这个夏季的电价 要往前挪这件事情 有任何想法的话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哦 那么环保其后一题 我们下周三日再见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